我们是真正传统的Sponge cake来的 我们是以糖和气氛先打 打上了我们的面粉是用手搅的 然后再倒油 只是四样东西 烘烤30分钟 这个传统的蛋糕已经很少人在做了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神 欢迎你来到Happy Eve Happy Eve是从2009年开始 Happy Eve之前我也是 开一个传统的面包店 因为那边结束营业了 我才过来这一边 我觉得我是要一个自己的名字 每天我三点半就起床 来到店里大概四点 我们就先从面包开始 因为面包是要发销 然后大概八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蛋糕 Happy Eve是每天营业 只有过年的时候 初一到初四才有休息 我们Happy Eve的东西可以说 大多数是手工制造出来的 机器只是一部分而已 剩下的全部都是要由手工来制造 我们的手捏比较有手感 你知道这个东西到这边就够了 机器都不一定了 在我们Happy Eve 有五样东西是最畅销的 Apple Camper Oneone Pannan Gaya Cream Puff Eeclare 关于一个Pannan Gaya 上面是由利多粉来煮 牛油啊 奶水 煮了才倒下去 有一点像贵的东西 Oneone是我Happy Eve 最畅销其中的一样东西 我里面的植子是星天的植子 还有我们用真正的黑糖 里面不加白糖 我的Oneone 它是不会带太甜的 小孩也可以 老人家也可以的 装这个橱柜也是我儿子的主意 因为他从小是被他的奶奶带大的 这边还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地区 所以很需要一个这种回味的东西 每间面包店都有他们的长处 不过我总觉得我用传统的制造方法 有以前的味道 我自己本身最满足感的话 应该就是说 顾客吃的 他们都给我一个好评 他们还有回来 还有我这边也有很多明星来帮我买 范文芳啊 许美真啊 陈一平啊 曹国辉啊 还有好几个我都忘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起家了 这边是比较年长的邻里 而且有一些熟客都已经成了朋友了 在新加坡 我们这种传统的味道 已经慢慢在消失了 也因为有一些年长的 就像我们这一种 已经退了 年轻的人来写 只是写一部分而已 真正的味道他们写不到 所以慢慢慢慢地流逝 我希望我的顾客来我的店 买我的蛋糕 能勾起他们童年的回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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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